据中和集团微信公众号26日消息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3号25日下午取得重大科研进展 首次实现100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 再次刷新中国大陆词约束聚变装置运行记录 突破了等离子体大电流高约束模式运行控制 高功率加热系统注入偶合 先进偏炉气卫行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 是大陆核聚变能开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标志住中国词约束核聚变研究 向高性能聚变等离子体运行迈出重要一步 为实现聚变能源 需要提升等离子体综合参数至聚变点火条件 词约束核聚变中的高约束模式H模 是一种典型的先进运行模式 被选为正在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试验队ITER的标准运行模式 能够有效提升等离子体整体约束性能 提升未来聚变堆的经济性 相较于普通的运行模式 其等离子体综合参数可提升数倍 可控和聚变作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前沿颠覆性技术 具有资源丰富 环境友好 固有安全等突出优势 是目前认识到的能够最终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工业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可控核聚变是中国大陆核能发展热中子炉 快中子炉和聚变炉三步走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解决大陆国家能源需求 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促进能源新体系构建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科技变数 在实现百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高约数模式运行的基础上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团队 将进一步发展高功率加热和电流驱动 等离子体先进运行控制等核心技术 实现炉心级等离子体运行 研究前沿巨变物理 为中国大陆开展巨变燃烧实验 自主建造巨变炉奠定坚实基础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